美國公佈港口升級計劃緩解供應鏈危機 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拜登政府11月9日宣布 將取取措施改善美國港口的貨運能力 以緩解當前影響全球商業的供應鏈問題 白宮星期二發佈了一份情況說明書 公佈了拜登政府計劃 對美國港口和水路交通所取取的行動 雖然美國港口是美國經濟的基石 但過時的基礎設施和COVID-19大流行 已經令其運作功能緊張 並危及全球供應鏈 白宮在該聲明中表示 聲明指出 根據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發布的報告 2018年美國港口支持了3,000多萬個就業崗位 約佔26%美國國內生產總值 但該報告也警告 在基礎設施現代化和維護基本設施方面 這些港口正面臨著大量挑戰 聲明表示由於接收能力有限 美國過時的港口難以應付大型船隻 所帶來的貨物激增 總體來說資金不足的美國港口和水路基礎設施 對美國的家庭、經濟和全球競爭力都造成了實際損失 認識到美國港口在全球經濟中發揮的關鍵作用 拜登總統的兩黨基礎設施協議 包括前所未有的170億美元 用於改善沿海港口、內陸港口 以及水路和沿邊境、陸地入境口岸的基礎設施 這些資源將提供近期援助 並進行長期投資以加強供應鏈的彈性 聲明寫道 在這個過程中 這些投資將創造高薪工作 並幫助美國在競爭中戰勝中國 聲明表示 這項兩黨基礎設施協議 為美國港口提供了歷史上最大的一筆聯邦投資 接下來 聲明中還列出 拜登政府將立即採取的兩項行動 包括允許靈活處理港口撥款 以解決當前的供應鏈中斷問題 以及資助喬治亞港務局 以緩解薩帆立港的擁堵狀況 近期行動包括 在未來45天內 啟動港口和海上公路現代化項目 撥款超過2.4億美元 在未來60天內 確定美國陸軍工程兵部隊 在沿海港口和內陸水道的施工項目 未來90天內 優先考慮關鍵入境口岸的現代化和擴展 在90天內 公開競爭通過兩黨基礎設施協議 資助的第一輪 港口基礎設施撥款 此外 情況說明書 還提到格外的貨運投資 星期二的聲明 是拜登政府 為解決由COVID-19疫情 導致的全球供應鏈中斷 而造出的最新努力 由於消費者需求激增 勞動力短缺等因素 運輸成本 和通貨膨脹率都在上升 星期三 拜登總統 還將視察 馬利蘭州的巴爾迪摩港 討論如何 利用美國眾議院 上週五通過的1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法案 來改善港口運輸 加速供應鏈運轉 拜登政府上個月宣布 美國最大的兩個港口 《洛杉磯港》和《長灘港》 將實行每星期七日 每日24小時營業 以解決港口貨物擁塞問題 政府官員說 星期二宣布的舉措 將令供應鏈 在中場期內更快 更高效 更環保 交通部將要求提供信息 改善數據收集和共享 以提供供應鏈的效率和透明度 美國運輸部 也將為各州出版貨運指南 並公布最佳實踐指導 以便令基礎設施 投資的價值最大化 本文由大紀元記者李興綜合報導 本次的《新時確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